贺小姐 以容公子有婚约 贺小姐便这么得意吗 居然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懂 得意 可不就是得意 容公子风雅绝世 嘉林百年也就出了这么一个人物 倒是被你给误了 今日店前我一句话都没说 怎么就误了 你们是聋了还是侠了 容公子那么克制手里 你居然仗着与他有娃娃亲 与他共处一室 一夜未归的 是不是你 你 你说什么 你别装了 你和容公子 宿在容府别院的事啊 都传遍了 你也不照照镜子 瞧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别说了 这京城中的公子 行 谁能看得上你 这好不容易逮着一个好的 就用那种下座手段 逼着容公子就范 听说怕坏了你的事 居然连下人都被你打发走了 真是不知羞耻 我 我 我没有 你没有 难不成是容公子逼你去的别院 逼你住的一宿 好 要不是你 强迫容公子得了你的身子 容公子怎会不惜得罪外臣 也要赶过来为你负责 凭他喜欢你 做梦呢吧 族要脸的东西 居然还和寻南王子牵扯不清 我看你啊 就是生性淫荡 知道我天不怕地不怕 还敢招惹我 你怕人下半辈子都不想说话了吧 师姐你心知口快 贺小姐不要生气 你事情别说了 你动我一个试试 我爹不会放过你的 什么你爹你爹的 有本事你自己伤 那也别说了 走吧 走吧 不想挨揍就管好你们的嘴 整个京城都知道 你能叫所有人都闭嘴 自己对容公子做了卧蠢事 还不让人说呢 好了你们俩 少了 贺小姐 你居然仗着与他有娃娃亲 与他共处一世 一夜未归的 一刻容公子素在容府别院的上 不要脸的东西 都传遍了 不过我偷偷听父皇说 指不定十个月以后 孩子就出伤我呢 荣誉 荣誉 你给我下来 贺小姐 荣誉你给我出来 荷姑娘 不可无礼 今天我要见她 谁拦我揍谁 昨夜才闹了一出 你今天 我提昨夜 展平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那记得 荷姑娘 你找我 荷姑娘 这是去哪儿了 可慎 展平 我警告你们 别跟着我 这是去哪儿了 或许你让我自己走一遍 你赶紧跟上 我去找荷将军 我 你说我 那公子要是被欺负了 我是救还是不救啊 你自己开成功啊 荷姑娘 你先松开我 一间客房 楼上右转 芙蓉阁 荷姑娘 这是谁先下了门呀 快点 荷姑娘 进去 之前我问你 此婚是不是你计划的 你说不是 你不是喜欢看星星吗 你在占星馆待着呀 来宫宴干什么呀 专程来示范啊 我是来找客人 我信你的鬼话 堂堂真心管少管主 居然敢算计我 算计 我虽然混 但从未想过 自己会不会传出 这样的谣言恶语 昨天你为什么自作主张 把我带去你的别院 还 还包我衣服 你 你问回了 刚刚进来那两位在哪里 楼上右转 芙蓉阁 你去找个上 谁 谁呀 三个人不能住一个房间 这是你公子的钱袋 这是你公子的钱袋 这是姑娘给我的钱 金子全给你 钱袋我拿走 这是三个财神爷啊 你就编吧你 我大哥最疼我了 怎么可能不接我回府 你要是跟他说我被你的人打伤 他怎么可能不管我 这件事 终归是我乌勒河姑娘 我 我会澄清的 澄清 澄清 澄清澄清有什么用 有几个人信啊 荣月 你别澄清了 咱俩就烂一块吧 反正在别人眼里 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也休想不善其身 别闹了 我是人不是神仙 我也会忍不住 你以为这种事我会吃亏吗 便是昨日今日都与你那样 我就不当是端方手里的摘星公子 做了放浪行骸 不惧于俗的文人雅是悦有可妨 这世道 对女子比对男子苛刻得多 你真要与我做事谣言 欲施俱焚 外人也只会堪敌你伤害你 我要是再想澄清再想顾你 也无从下手 谁要你护啊 谁要你做这些有的没的 又是送葡萄又是送银子的 我们还没成亲呢 你就先把我圈起来 荣誉 我不想跟你成亲 可你明明每天都给我写信 你说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你说思君孽君如痴如狂 那我就想把你叫出来跟你说清楚 让你一起求我爹 解除婚约 你送我大师吗 那本是你最喜欢的作息 那是我爹从我手里抢的 你还 荣誉 你别说了 从我习武之后 我就从未想过我的夫君 会是你这样 手无负极之力的男人 我喜欢的你不会 你会的我都不喜欢 如果咱们两个在一起 那只会是一对怨偶 我都说过了不让你喜欢我 我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你怎么还是听不懂啊 何秋林 我只以为 那是你口是心肺的罪惑 我 爹 何秋林 你干什么呢你 你要把老何家的脸都尽呢你 你个臭丫头 不是他的错 怪我 荣誉 你别拦着我 我今天附得好好教训他 爹 我错了我错了 你看到了我根本就没有碰他 难不成你还想 你 你有气厉害啊你 何将军 爹何将军 你个臭丫头 爹你听我说 爹 爹 我们先把凌儿带回府 容公子 也要换一书发 别叫旁人 开了笑话 容宇啊 这件事 老夫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还不快跟我回家 走啊 走啊 赫山 别让柯山的人在天脸谣言 快去 快去 是 公子 你说过 贺小姐欺负你任由他去 不许我插手 我没劲了 没做错吧 给我跪下 杭尘舟 把家法给我请出来 爹 真有的 他今天能够欺女八男 明天他就能杀人放火呀 还不去 你这个臭丫头 你要气死我呀 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呀爹 关你什么事 回屋去 三哥 三哥救我 爹一定会打死我的 你还敢求救你 要不是荣誉不跟你计较 现在就不是你跪在这里了 是你爹我 跪在荣府的大门口了 爹 亲事都定了 那啥不也早晚的事 多大点事啊爹 你个混账东西啊你 这种话你也敢说得出来啊你 我 我今天连你一起打我 爹 事成 不就正好可以绑住荣誉了吗 你们不就是想九龄的亲事 跟他命死吗 这不正好吗爹 爹 爹我错了 爹 我以后再不敢了 我以后再不敢了 不敢了 我以后一定跟荣誉花钱借钱 再不找他 再不惹他 哈九龄 今天这顿打 你是逃不过去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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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我 不敢了 爹 爹 我打死我 爹 打出发来 那是要退魂的呀 你让开呀 爹 爹 爹 你让开 别跑 你快过来 我今天非得打死你不可 爹 爹 爹 你给我让开 你给我让开 爹 爹 爹